刪或他人犯罪的部分 撤销了原省无罪的判决 那改判有罪 六年前318太阳花血运期间 发生323占领行政员案 血运领袖魏阳等21人 被控刪或他人犯罪 妨碍公务等罪 在一省被判无罪的十人 高等法院28日二省判决逆转 撤销魏阳等7人的无罪判决 刑度从2到5个月不等 均可上诉 会在那天晚上出现在行政院的广场 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看到了一些 我们觉得如果不站出来 就来不及的的事情 其实没有一个人是被伤后来的 我觉得检察官跟法官 把我们看成是一群 就是没有自己思考能力 只会从中的报名 318选领袖林飞凡等人 也来到现场关心情况 林飞凡表示对于判决结果感到遗憾 另外在一省时 被依妨害公务 毁损公务罪 被判有罪的习一人 二省维持原判 将不得继续上诉 对此被告谢深又表示 如果历史重演 他们还是会做相同的事情 如果历史再来一遍 我也知道如果这样的情况 我们去选择制止警察时报 会被判四个月 我告诉你 如果历史重演 我们还是会做相同的事情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违背自己的良心 摁着眼睛看着警察时报 而不进入现场去做 制止警察时报的行为 对于二省判决逆转 武党级立委临长作为表示 马英九执政时期 倒行逆施 让许多反对运动 风起云用 这不是谁去三货 就可以达到的 再加上当晚 对民众施暴的警察 至今都还找不到 只是呼口号的魏洋 却被判有罪 让人无法理解 也不公平 新唐人也来电视 正义好黄立峰 台湾台北报导